不断出现的地缘政治的紧张状态 南中国海 东中国东海 所以在这方面呢 是我们感到这方面的一个巨大的反差 世界上的未来那么都是很好的发展 但是历史上也是不断地反映出 产生了它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这些紧张状态是怎么回事 我们不是来谈紧张状态的本身 而是谈到他们产生的后果 特别是我们的企业能够扮演什么样的作用 来减少降低这样一种作用 缓解紧张的地缘政治 推动经济发展 在座的呢 有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各位嘉宾 他们个人都在这个方面扮演需要的作用 因为大家都不需要详细介绍 主力第一东方投资者总事长 旁边呢是安特尼·法兰迪斯 亚洲航空集团首席之一官 小岛顺艳三菱的董事长 欢迎您 他旁边 King Chung Wu 韩国国会会员 最后一位也是非常重要的 当月亚利利宝集团的 执行董事来自印度尼夏 所以我们这几位代表了非常重要的国家 所有的都是来扮演同样的使命 就是要推动我们这个地区的互相的整合和发展 开始的时候呢 想广泛意义上提出这样一个问题 你们大家都有不同的视角 可以从你开始吧 能不能讲到这些地缘政治的紧张状态 是在如何影响了我们的业务环境 第二点 你觉得我们的企业在减少环节这些地区 这个方面是什么重要 非常感谢各位早上好 女士们先生吧 在我回答这个问题之前 我想祝贺一下英国 女工女王成为在座最长的 明天是这个女皇是在位最长 根据你的事 恐怕还是今天吧 你从哪开始 祝贺祝贺女王 我想显而易见 我们的宏观 这方面的地缘政治的情况 影响了我们的企业发展 但是我们在座的各位呢 我们的业务都是全球性的业务 尽管有这样的紧张状态 我们相互团结 相互合作 中国的公司和日本的公司 在非洲全球的 包括中东的各种项目 密切合作 相反也是这样 我们必须要记住这样一点 就是说这些紧张状态 是长期的历史的形成的 紧张状态 我们要花很长的时间 来解决 双方都能满意的解决方法 实际上有三种情节 第一 如果我们找不到 这样一个有效的解决方法的话 我们就会产生冲突 这样的话是大家都要输 如果大家达成一致 比如说哪些能够缓解这些问题 出的问题 当然这样做很难 当然了 这有时候一方面 一方能够胜利 一方面会失败 如果我们能找到这样一个方法 来相互合作 建立互信 找到长有持久的解决方法 不要再说 这就是一个双赢 多赢的情况 不管怎么说 答案很简单 我们在写一件理解这一点 尽管有这样的状态 我们还是相互合作 相互整合 相互一体化 很重要 做得很不错 重要的一点是 其他的在这种游戏中的 利益相关方 政客 公民社会 包括我们的媒体 我们必须要 把力量使得一起来确保 我们找到正确的一个方法 我们想 建立讲 最后你刚才提到的一点 非常重要 你们在业务方面 企业方面 能起什么作用 影响我们的公共讨论 影响 把这个信息传达给媒体 政客和公民社会 你什么样的作用 绝对如此 我们在这怎么做呢 我们就详细讲出 这样的 尽管有着政治的困难 我们在企业方面 我们做出贡献 贡献我们区域的增长 和我们区域的繁荣 到目前为止 我们谈到工作机会 社会 保证更加平等 我们谈到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谈到了 如何能够帮助 那些处于不利境方的人 能够得到一个很好的生活 能够如何教育我们的年轻人 能尽可能好的教育他们 我们谈的不是冲突 年轻一代我们当中的 实际上他们更加在这方面 重视这点 那么想 能够下面讲解 董事长 你同不同意 储先生讲的这样一种总结 也就是说我们的企业的作用呢 好 是的 坦率地说 我同意这个评论 这么说吧 我们的公司 也许呢 我们的三菱公司 是一个贸易公司 过去呢 是一个贸易公司 但现在呢 我们也只占了 20%到30% 70%到80%的业务 是投资 企业 投资业务 这意味着什么 我们已经投资了 超过了 600多个不同的项目 在世界各地 我们这种投资非常重要 我们需要非常好的 每个国家都要我们的合同伙伴 因此呢 地缘政治的问题 首先 我们需要 有很好的 每个国家都要我们的合同伙伴 永远的相互的进行沟通 交流 同时 另外 政府 各国的政府 和我们的企业界的人 也应该有很好的沟通 交通 也是 经常性的进行 当然 在日本 我永远 不断地进行沟通 和我们的首相 和我们的日本的大臣 这点都是非常重要的 同样 其他的外国 我也努力着 和他们进行沟通 和政府的人士 进行沟通 尽管我们是一个贸易公司 我们需要 我们需要这样的贸易的利润 但是很重要的问题 是我们的投资 不仅谈谈谈是钱 还是谈谈人力的资源 为我们的这种 子公司的这样的人力资源 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 现在我们的交易公司的 我们的商业模式 不光是钱 而且是人力资本 人力资源 也是非常重要的 这意味着 我们的管理 教育 非常非常重要 不仅在日本 全球来说都是如此 所以我们的人 是非常重要 不管是CEO还是CFO 不在我们的子公司 包括我们整个的公司 这些都会做出贡献 贡献于我们整个的 我们的业务的利润 这都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我永远做好准备 和政府的人进行讨论 和外国政府的人 但是你和你的政府 进行讨论问题的时候 你是不是告诉他们 我们的地缘政治的 这方面情况 对你的公司 会产生一些影响 你有没有给他们提供一些 咨询意见建议 这么说吧 当然了 我们向他们解绍了 我们的公司的业务 但除此以外呢 和相关的商业的环境 情形 有时候也涉及到地缘政治的问题 如何解决这些问题 我们也和他们谈 这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因此一个国家也好 其他的国家也好 我们每个国家的政治都不同 所以我们需要非常好的 合作伙伴们关于在每个国家都一样 经常坦率地进行讨论 这样的话就可以 有很好的围绕这些国家的信息 这点是很好的 在这个基础上 我们可以讨论 有时候是谈判和我们的政府进行谈判 Gill 博士 你也看到恐怕从这角度不大 因为你是韩国的国会议员 你对这个问题怎么看 刚才两位的发言 你是怎么看我们的企业 应该扮演什么作用 在这种地缘政治的问题下 我是一个政治家 我主要谈谈东北亚 包括中国日本和韩国 东北亚 我们的贸易额 这三国家 占了全球贸易的18% 在GDP来说 大概占了全球GDP的21% 但是你可能知道 我们亚洲这方面的问题的一些情况 我们在这方面的情况 三个东北亚经济的政治方面的情况 有些巨大的潜力 但是他们自己 由于他们的历史的问题 他们自己也深受其害 所以你要问这样的问题 我们的企业界如何 和能够缓解复杂的电阵情况 我不无遗憾地说 经济的共同体 实际上受到了政治影响的负面影响 所以有几个原因 这种政治紧张局势的产生什么情况呢 我们区域的这三个国家之间的贸易 大概22% 比人们预期的 包括北美贸易区的14% 和欧盟的这样比例要低得多 所以这方面受到了限制 而且越来越小 我可以说呢 这也反映出我们的企业界 受到了负面的影响 受到了什么呢 紧张的地缘政治的影响 你觉得我们的商业界 如何做那个影响 你参与的这种政治讨论呢 当然有很好的几个例子 我们的企业界 比如说我们谈到 韩国和日本这方面的 形状状态的时候 由于各种各样不同的历史原因 我们的企业界 特别是 比如说我们的韩国企业界联合会 和他们日本的对方的一个组织 开会 他们提出了一个 给各国本国的政府提出了建议 这方面呢 不应该觉得他们的企业 不应该受到政治的影响 我们的经济 但是呢 并不是每一个公司 都是能够起的作用 因为他们起的作用 还是相当的有限 政府的作用 是赚统治地位的 John 你同意吗 印度尼西亚从人口 从经济方面 贸易方面 都是很重要的一个国家 你听大家在说这些事的时候 你觉得 这些事情是怎么 这些紧张是怎么影响企业 企业能做些什么来缓和这些紧张呢 利亚迪说 毫无疑问 这个比较大的 这种地缘政治啊 肯定是对企业是有影响 过去几周 大家听到了关于那个高速跌路的问题 这是中国和日本两家公司 正在竞争来投标 这实际上从战略上 这是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计划 这是 图一阶段的这个高速高铁的这个图一阶段 将来决定印度尼西亚其他的很多这个高铁的这个发展 所以中国和日本之间肯定的不只是企业方面的竞争 有的说是什么偷 以及彼此偷这个什么这个技术 还有什么彼此指责破坏这个投标的过程 所以呢 可以了解到这个地缘环境是的确的这个企业谈判有影响 那么然后呢 还有美国的这个这个中介呢 印尼又认为这个是中情局的这个代表 所以呢 这个事情就变得非常复杂 那么最后怎么办呢 最后呢 这个政府说 我们不需要高铁 我们就中速铁路就可以了 因为呢 其实这个各站之间的距离不太远 所以呢 不需要这个高铁 所以呢 我觉得双方啊 都是对印尼施加了大量的压力 还是有影响 那么组织人说 那如果要听到这个 那这是很让人悲观的 你看看这个这个地缘政治对这些事情啊 造成各种各样的竞争啊 什么很有影响的 那你说怎么办呢 但是呢 我们后退一步 总的来说 像朱先生说的那样子 这种企业方面的综合呀 还是在前进 正在加强 但是还可以考虑另外一个因素 经常说 地缘政治所造成的这种 两国之间的这种紧张 可是我觉得我们也应该 看看企业不仅是在传统这种 地缘关系中开展业务 而是是比方说是技术所造成的这种地缘的风险 实际上已经摆脱了过去的那种国家 独立国家的那么一种 Westphalia的那种框架 现在变成一种无疆界的那么一种世界 所以政府呀企业或者政治家 不应该 老盯着这个国家 共产生的这种 这个这个 这个界限 实际上这些都是在越来越弱了 所以呢 我们要 建立一种新的一种结构 这样子可以更好地去反映世界的经济活动 组织者问 那不管是在网络上呢 还是新科技所造成的这种 打破各种各样的疆界 那么 那么这样子是不是可以更好地去 处理这种 处理这些紧张 其实我觉得从Westphalia的那个条约签署以来呀 一直是把这个国家的主权呢 数为最高的 但是我觉得这个国家的主权 当然现在很重要 但是呢 这种主权的概念和这种技术 还是无疆界的这种技术 现在发生一些冲突 比方说 我可以举几个例子 有几些公司啊 是原来在马来西亚成立的 有些印度尼西亚呢 但实际上已经是扩散到 全亚洲呢 它正在决定啊 什么房地产啊 什么这些的这个 做法 所以呢 任何国家都不能简单的说 这是我的领土 我来组织它 我们现在应该看到这个 国家疆界越来越消失了 所以呢 要接受这种现实 主持人呢 说啊 你啊 弗兰德斯先生 你认为这种 地缘政治的背景 大背景 是有影响吗 那么企业应该怎么样来做出反应啊 地缘政治呢 反正这个问题 我们是一个廉价航空公司 所以呢 我们当然了 是在这个航空企业中是受到这种地缘冲突或者紧张的影响 因为呢 往往第一件事情啊 有紧张的就是停止通航 或者是削减这个航空权力的这方面 所以 我们 现在 在 地缘政治 还是对我们有影响 那么企业怎么样来发挥作用呢 最好的是通过一些很好的对话 我最大的这个要强调的就是行业是可以造成就业 如果你们造成这些紧张 那么就要很多实业 所以呢 这是一个不断的一种对话来强调它这个好处 益处 在东南亚 这些紧张造成很多这些有关行业的 这些冲突和问题 所以呢 我觉得企业是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 我们在 东南亚这个地区中 这个协议中 我们是促进了这种地区的综合 或者这个 这个融合 实际上是超过了政府 我们现在已经成立一个东南亚的航空公司 一家航空公司 为了达到这个目的 我认为这是非常重要的 我不完全同意刚才说的 当然了最后是政客们 政治家们会做出决定 但是呢 我觉得企业还是可以发挥 将很大的作用 那么现在我们已经意识到 有一个无疆界的世界正在来临 这组织者说这是很有意思的 以后我们再来谈 那么现在来讲这个东南亚的问题 刚才你说了 地区的这种结构 区域这种结构 不是是贸易协议啊 或者是一些伙伴关系 那么他们是怎么定下来呢 就定下这种经济总和融合 那么比方说这个TPP 是不是一个 这变成一个标准了 就美国在这个地区的领导的标准 那么这是一种整合的一个方法 你觉得这几个怎么来结合起来 它会缓解这些紧张 还是会增加这些紧张 朱先生 我呀反对这种区域间的这种协议 因为它什么是破坏这种全球的贸易 多边的这个贸易制度 尽管多边贸易制度不是完全十全十美 但是呢到目前为止 是我们最好的一种结构 最好的一种框架 你一旦有成立这种区域之间的这种协议 实际上是破坏了 瓦解了这个全球多边的这个结构 那么当然呢 又不可能完全的取消这些双边的东西 所以我们希望可以建立这种区域的 这种集团性的这种贸易协议 那么这里困难在于呢 我们有东南亚 还可能的东南亚加三 那么这已经建立起来了 然后呢 现在又可能要实现的这个TPP 这TPP实际上是对中国的一种遏制 尽管呢 说的不是那么回事 但实际上就是想遏制中国 但是呢 今天 现在可能好像就有一点中立了 就是TPP的这个创始方啊 现在欢迎中国来参加 尽管中国不一定是作为一个成员 但是也可以参与这种讨论 也可以作为这个讨论一方吧 所以呢 中国也许可能有朝一日会参加 我觉得TPP如果没有 中国实际上是没有很大的意义 对我们这个地区来说 不是很有很大的意义 那么现在来看呢 这个东南亚 东南亚合作指导 这类型已经建立起来 那么阿兹亚的第三个主要 三个成员呢 都是在面对国内的巨大的问题 那我们怎么样去往前走呢 所以呢 这就比较麻烦 好 我们谈谈东南亚 Kill先生 当我们讲地区 区域贸易和整合 那么咱们就应该 抛弃这种错误的一种观点 也就是说好像TPP是美国领导的 而阿兹亚呢 实际上是和中国的一种伙伴关系 我们应该 抛弃这种概念 我如果有更多的区域之间的这种整合呢 就可以减少冲突 所以呢 阿兹亚或者TPP 可能 还有一个跨太平洋或者跨大西洋的这种伙伴 我觉得这个应该说是好事吧 当然我同意Victor刚才说的 这也可能是有一点瓦解破坏 影响到这个多边的贸易体制 但是呢 如果我们看过去的经验 看了我们这个地区过去的经验 实际上到目前为止 有这种地区 区域之间的这种这个合作 应该说是好一点了 那么当然应该是有更多的国家来参与 这样子当然更好 但现在现实就是有TPP的有一拨人 一拨国家 然后呢 阿兹亚又另外一些国家 所以呢 等于有一些数据互相重叠 但是又不一样的这种贸易轨道 所以你觉得这些目前的这贸易轨道 正在缓和 还是在加剧这种正地缘分裂 当然还有待遇看 我觉得 我们应该好好地想想 习近平讲到的IEB 这投资银行 这种想法 这种做法 也许可以为整个地区 提高一种的引导作用的 可以更好 Tony 你觉得怎么样 我们过去 好 讲贸易 但是呢 这个地区这种和不光是一个区 这种和不光是贸易 还有这个标准的 这个统一标准呢 人权呢 等等等等 所以这种经济集团是很重要的 你建立越来越多 我倒觉得没什么不好 但是呢 我觉得不能光只顾贸易 其实有很多其他的好处 也就是如于这种区域的 这个 就可以有更好的 这种很多别的方面的 阿西亚 东南亚 起步是一种政治一个集团 而且是起到很大的一个 稳定这个地区的作用 但是呢 现在又往前走了 除了贸易以外 还有很多别的东西的 所以呢 就比如欧洲呢 有一个联合的 一个这个航空的一些标准 但在东南亚 有十个不同的这个航空 航空的这个标准 然后呢 有很多这个官僚啊 机构啊 不同的人权标准呢 什么政治机构的 不同的标准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集团 那边呢 总是希望可以找到一个共识 对这些标准 你要一个统一的 所以呢 我觉得区域集团呢 除了贸易以外 还有别的更重要的作用 那么Victor说的 你这个主要的成员呢 可能会遇到内部的一些问题 会不会怎么样 你说的是哪两个 其实我想的不只是两个吧 都有很多都有内部的问题 Sam 你说你觉得 你觉得TPP可以发挥 什么样的作用 我先讲一讲亚洲 亚洲可以说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大陆 一个大洲 人口正在增加 所以呢世界上50%的人口可能是亚洲人 而且是GDP 全世界GDP一共是40% 所以这个非常重要 因此这种地缘政治也会造成很大的影响 应该很好地来解决 那么国家观察之间这种沟通这种交流 这种对话 是很重要的 如果考虑这些投资的这些协议啊 RCEP 是很重要的 我觉得TPP也重要 应该把所有的国家都包括在内 不一定所有的一下子全接纳进去 但是应该一步一步的扩大 所以这种交流沟通很重要 其实呢 对于很多国家来说 不是那么容易沟通的 主持人说 你觉得TPP会不会接耍中国 我的确是这样认为 大家都这么认为吗 很有意思 十年还要话多久 中国会加入TPP呢 我觉得TPP会自动成功 如果它包括中国的话 它就会最终成功的 我还想问 恐怕我想请大家举举手 到底怎么样 这是个很有意思的问题 那么不管怎么样 这样来谈谈你的看法吧 区域的一体化 特别是这种合作伙伴关系 你觉得他们主要什么样的方向 我是比较现实的这样一个问题 回到这个问题 在哪个贸易的协议 或者机构的设置和机制是怎么样的 最好的这样一个基础架构 包括AIB 最棒的一点是那样的最好的反映出 构成基础的经济现实的就好 比如说有这样一个贸易集团 不包括有一些国家很多 已经是一个头号的这样的一种贸易伙伴的 如果不包括了就不可能产生结果 所以要充分地反映这样的一种 今天的这样的经济的大国的关系 长时间来就会失去它的这种公信力 我们如果 当然了我相信 自由市场 包括GPP 包括是东盟 东盟家 三元东盟家 最后呢 他们会产生一种变化 市场的平衡力 会走向这种 更好的反映现在这种现实情况 我想下面请大家在座的听众提问题 然后我们可以再来谈一段 大家都已经做了很有意思的观点 肯定在座呢 会有一些问题提出 有没有任何的问题呢 在座各位 我得戴上眼睛看看 哎呀 你们一直在沉默寡言 给你们几分钟 你们先想想你们的问题 然后 好 有那么一位女士要问问题了 谢谢 我是新加坡管理大学的 各位大人好 我特别喜欢 你是一位女士 整个的嘉宾都是男士 这方面有一些多样性 我很想知道 因为 比如说看到 整个的亚 的东盟 看看日本 韩国从外面往里面看 我们觉得在东盟往前走 会有什么样的希望 如何你在东盟找到这样的一种 真正的身份 一种特性 从你开始来回答 然后在主要你再回答 好吗 我想 这份 我觉得这个问题为了很好 的确 这方面呢 我一直在推动 很长时间了 我们的区域的一些情况 我们叫做Sea Games 东南亚的一些方法 我希望它改变它的政策 我们的运动会 但是我们花五年时间 劝我们的中国 有这样一个 在机场上 有一个专门的 东盟的这样的一个通道 这样的话 他们感到有些好处 有些比异 我觉得 这是一个巨大的战斗 我们要不断地推动 这方面的东盟 特别是 看到Wikter 刚才讲 像有两个关键 那么在这儿 起到比较大的作用 但是呢 东盟可以提供一个 非常非常好的 领导作用 来解决 努力解决 一些国内的问题 所以我也希望 这个东盟秘书处的作用 能够更好的增长 很多东盟的一些机构 也能很好增长 东盟的确 能够很好的发展 目前呢 它的品牌 我觉得看着没什么意思 政府呢 失败就多 我们推动自己 作为一个东盟的 这样的一种通报 我们是得到这个logo 比如说我们的飞行三年 这就花了很多时间 实际上 前面的战斗 还很长时间 但是我们在这个 我们这次的世界 今天论坛也认识到 东盟的这种作用 所以我们要不断地 进一步地 为他摇旗 呐喊 我们比如说 谈到这样的一个共同市场 我希望有一个共同的人权的标准 有很强有力的政治的机构 走向未来 关键在哪 关键在沟通 这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使用最好的标准 John 你是怎么看的 东盟的特性 非常感到你的问题 安静 实际上呢 你来应该来回答问题 我想呢 很重要的一点 我要记住这一点 东盟 是一个很长时间的 这方面的一个旅程 我的祖父 在19世纪的时候 中期他就谈到这样 我的曾祖父 就谈到这样 当时 从马来西亚到越南 印度尼西亚 当时不需要护照 什么都不需要 后来呢 整个的东部地区 当时确实是一个统一的 单一的经济政治方面 当然了 到了1940年代 15年代 出现了殖民化 殖民地的情况 独立的情况 横跨所有的东盟情况 出现了各种各样的 各种各样的情况 在70年代的出现 然后在那时候 我们看到东盟认为 我们必须走在一起 我们必须要争取和平 从1970年代开始 慢慢的慢慢的 重新的一体化 所以2015年 是一个非常重要的 里程碑的一项 但是它只是个里程碑 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我们怎么做呢 Tony讲了很多 讲了很多有意的例子 对我们来说 我们不断地看到 全球的投资 英语西亚是我们的本土 我们看 整个东盟 看的是一个整个的 整体的地区 所以我们希望 非常非常看重这点 第二点 人对人之间的 这种活动也非常重要 恐怕最 但一个最重要的 贡献因素 也就是说 我们是 比如说我们的 低成本的航空公司 很多很多 成百上千的 新军人家人 到新加坡 马来西亚 就是因为有 这些低成本航空公司 我们就想 他们过去 花不起这个钱 所以我觉得 我们的业务的投资 人对人 人际之间的关键 政府必须要做 更多的工作 我很快的想讲点 我们把它的业务 比如说业务呢 也是 有时候也会造成 地缘政治的 至少说的 有时候还会带来 贸易的问题 因为有保护主义 这是一个 最大的危险 你可以有APP 也好 TPP也好 不管什么样 日本人 中国人 美国人 最大的问题 是民族主义问题 我觉得 现在这个 民族主义会产生 越来越大的威胁 会破坏 我们很好的一些工作 你觉得这个威胁 从哪来啊 在哪 我们现在不能跟你说 这点 否则大家会禁止我 再参加任何的会议 所以 但是呢 这个问题就在那 我们直接面对面 就面对这样的威胁 因为我觉得 有的时候 他们一些国家的既得利益 是最大的问题所在 我不断地告诉政府 把人放的地位 比如说 东盟是不是有道理 对每个印度以下 马来西亚人都有好说呢 历史可以已经表明了 这点成功的经济的合作 和好的标准 影响到我们大家 所以我也谈到你的问题 有的时候 我们的企业 也会造成问题 你这个观点讲得很好 我们再看看历史吧 我们的国防 比如说历史 有的时候 也会带来危险 带来政治 比如说军火业啊 他们需要不断地要 保持他们的 我们看到问题的两方面 商业方面和其他的方面 所以呢 企业有时候也起着负面的作用 这个关键很好 但是我不想这么说 我觉得有时候企业 也会带来问题 但是有时候也其他 比如说我们的专业协会啊 工会也会带来问题 听话呢 大家反对一体化 所以还是涉及到沟通问题 政府有时候采取什么样的政策 各个公司有时候呢 什么容易怎么做 请允许我来讲一下这个问题 把这个问题回过头来看 我每次到东南亚 每次到东盟国家访问 和我的朋友会面的时候 他们不断地找到 对他们自己的身份特性苦苦争担 我说为什么东盟国家 为你们自己的身份和特性苦苦争担 你们已经产生了很多的有建设性的 经济方面的产品啊 和结果东盟加三 带上了很好的这样的一个平台 实际上很好的利用了这样的一种机会 和平台相互和东北亚来 不光是和我们这个东北亚的三国 进行不断的会晤 所以有的十个东盟国家的 和其他的国家也建立了一种 双方的贸易协定 为什么在其他方向 如果他们还要操心这样的一种身份的问题呢 我把这个问题放宽一点 实际上这个问题 也就是涉及到关系和中国的关系 中国对整个东盟和在东盟各国的影响 从你Victor开始 你是怎么看的 比如说我们还是从企业经济的角度来看 中国是如果显然它的重要性非常重要 是不是正在改变着这些 刚才这些国家的一体化的进程呢 如果谈到过去的20年的时间 中国呢是最大的FDI进入亚洲的吸收国 接收国 另外还有很多FDI呢 也很多的外国之间投资进入了 以建设性的意见 进入了东盟国家 第二点 比如说一带一路的问题 这个项目 也会带来很多很多的机会 包括技术设施方面 服务业 包括其他的投资进入的东盟和其他的国家 当然AIB亚投行 实际上有很多很多的东盟的成员 他们会和亚航和其他的国际的组织进行合作 所以我们的东盟加三 实际上如果不加三的话会怎么样 我想它会失去它的规模 所以呢 东盟本身很大 但是再加三呢 那就巨大的了 这点东盟作为一个团体 会成为世界上三个腿的之中一个 作为一个团体 他们有这样的一种谈判的 这个和北美这样的一种事 和欧洲成为三足鼎立之事 什么问题啊 你不断地点头啊 你们讲的都是全大有力的英语 有的时候我还听不清楚 中国的影响 你是怎么看的 我觉得是密切联系的 我在谈我的业务 20%的我们的业务都是和中国有关的 我们打开了很多很多的 在中国 比如打开中国进入东南亚的道路 我可以看到这种联系 越来越多越来越大 包括是历史方面的 我们继续 我们还有中国很多的在东南亚的一个很大的业务 这方面业务越来越强大有力 我觉得这是个好事 你有其他的问题吗 这位先生 前排的这位先生 我想提前提出这问题 谈到难民的问题 因为我们听到了 在今天听到了 这样的亚洲在进步 GDP增长超过了世界任何其他地区 这些国家越来越富有 所以你什么时候可以看到 政府和亚洲的企业打开他们的边境 来给包括帮助那些 想离开被战争纷扰的难民的问题 这个非常有意思 非常重要的问题 我不能肯定这个问题 是完全和我们的讨论相关 你们谁愿意评论 你们可以评论 但你不见得一定要评论 你提醒了我 昨天我的一个同事 是我们的国民议会的 在韩国开了一个介绍稍待会 他说了 我们是国际社区的一个负责的 我们应该参加这个讨论 来很好的考虑 有没有可能我们做出贡献 全球的县严重的难民挑战问题 这也提醒了这点 你觉得他们应该这样做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好的开始 韩国有很长的历史 很悠久的历史 从北朝鲜来移民 我们不管他们叫做难民 两万八千人 仍然和我们在住 还有更多的北朝鲜的人 在到我们 所以这也是 但是我们应该做好准备 如果任何类型的难民 如果在不同的文化中 我们不同的国家 离开他们国家 我们要做好准备 我也想补充一点 刚才涉及到这个问题 也基本的人权 东盟和很多亚洲国家 必须要解决这个人权问题 非常重要的一点 我想难民也是来自于 不同的经济情况下 他们这些国家也会出现变化 亚洲必须承担取它的责任 来处理全球的这方面 有难民引起的紧张状态 还有其他的问题吗 第二排的女士 非常感谢 我们都知道 新一轮的谈判 谈到中国韩国日本自由贸易区 会再过一个月就要去开了 所有这些 我们谈到了地缘政治的紧张状态 在东北亚等等 我就想问Kujima 小岛先生和Jung先生 你们有什么样的预期 这种新一轮的谈判 有什么样的期望 我们能不能达成一致呢 比如说中国韩国 能够实现这样的FTA自由贸易区呢 小岛 董事长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 不管怎么样 我们已经开始了 在世界都有发展了我们的业务 中国韩国是非常重要的国家 因此我们全球也和他们合作 我们投资了很多 投资中国 投资于韩国 从这个角度上 从现在开始 我们必须在一起合作 发展出更多的业务 有的时候呢 在我们发展第三个国家的业务的时候 我们和中国的制造业公司和韩国的制造企业 前景和平的这方面前景 从这个角度来看 我的确认为 现在这三国的领导开始相互对话 这是个非常好的 是个时机来开始这样的行动 我们企业界愿意支持这样就行了 你觉得这个自由贸易协议会产生进展吗 你会不会跟你的政府联系 说必须有所进步呢 当然了 我每次和政府官员见面的时候 我都说这个了 但是需要时间 企业家都应该支持 这个想法 我们三菱公司 其实在很多国家 已经建立了很可靠的一些伙伴关系 我们是很直率的互相沟通和交流 所以我们也可以帮助 促进政府的这种交流 在我国 我总是强调这一点 所以这种沟通十分重要 Kill先生 韩国现在和中国有一个协议 那么三边的贸易 中日韩 这个贸易已经有好几年的历史 但是韩中的这个贸易区 或者这个自由贸易区 我们觉得应该是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还有TPP 韩国不是一个成员 一个原来的成员国 但是我们也会参加 而且我们也是在促进这种三边的自由贸易区 我们应该看一看TPP对韩国和日本有什么意义呢 这实际上是 TPP和这种双边贸易啊 实际上啊 都可以大大的促进啊 我们三边的自由贸易协议 朱先生说 漂警惠啊 最近到北京来去 然后呢 他也是促进了十月份了 准备有一个三边的 三方的一个会议 那么这个肯定会促进 这个三方的贸易 是这个比较积极的信号 好 有一位提问的女士 谢谢 我是媒体人 刚才大家都谈到 对这个高铁的这个地缘政治的影响 那么还有些其他领域呢 你觉得可能也会到同样这种影响吗 你觉得还有你觉得是正面的影响 还是负面的影响 两面 对不起没听清楚 你是不是可以再把问题提出来 刚才你提到了这个高铁啊 这个项目啊受到地缘政治的影响 那么还可以举着别的例子呢 你认为在其他的领域可能会有正面或者负面的影响呢 你有别的例子吗 在哪些领域地缘政治可能影响最大 那些更多的依赖于 一些这个 这个需要得到这个国家的某些这个 就是批准利用一些许可 比方说什么采矿啊 什么邮警啊 或者 这个高铁 他们就会受这种地缘政治的影响 那些什么买这个什么东西啊 那个喜欢这个什么化妆品啊 什么衣服啊 这些影响就不那么大了 我觉得这个 航空业也可能会受到一些影响 我要说日本和中国之间尽管有很多紧着 实际上中国对日本的人是 200万 今年可能会更多 那么你可以想象 如果这个地缘紧张可以缓和一下 那么很可能从中国到日本的这些旅游啊 或者这方面呢 就可以大大的增加 所以呢 我们需要大家合作 这样子企业就可以有大量的好处 Kojima先生 小岛 讲日本和中国之间的关系 其实中国有很多人都跑到日本来旅游 我到这个商城去看了 大部分的客户 客户啊 买者都是中国人 那日本人呢 这个商家非常高兴啊 因为中国人买东西要比日本人花的钱多得多 所以一个重要的问题 就是还是政府之间的沟通和交流 习近平和这个日本首相 在APEC去年呢 碰头了 他们也是见了面 今年呢 今年也有 在印尼 在万龙会议上也 见面了 他们彼此之间很坦率的交流 所以呢 在政府之一上 这种交流 这种见面呢 已经开始了 我是Kidang Den的副主席 后来今年五月份呢 我退休了 我在这个职位上啊 去了韩国 那么Kidang Den这个是企业协会吧 和韩国的ZenKaren的相应的组织 我们呢 互相沟通和交流 这是很重要 很好 所以我觉得 我觉得这种接触 沟通交流 会有越来越多的 还有最后一个问题 前排这位先生 谢谢 对朱建成 提个问题 你对这个世贸组织啊 这种多边的这种贸易啊 结构啊 你看得更重一些 BTPP啊 还有什么 看得更重要 你认为这些是并行的呢 还是你是不是觉得 这种双边的协议 可以促进更广泛的一种协议吗 我对这个双边的 或者这种区域协议啊 我的最大的困难呢 就是我觉得 是正在破坏 或者瓦解这个多边的 多边的这种协议 你比如说你是个小国家 你也没有什么 讨价还价的力度 你没有什么身影 你不可能和这些比较大的 这个什么中国美国啊 进行讨价还价 那是不可能的 那么如果这些区域协议啊 可以一体化 使一些这个标准呢 统一起来 可以让180多个国家都可以同意 那么我觉得 这是很好的 正像Tony说的那样 这些区域双边的协议 它其实不光是牵涉到贸易 还有一些其他的这个融合和一体化和协调 所以呢 有一些协议啊 可以促进啊 这个通讯啊 可以啊 让人更好的去更多的去互相了解 互相尊敬 我觉得是有好处的 我们时间不多了 我再给大家一次机会来发言 就是要回答下面的这个呼吁 就是我们呢 是想讨论企业可以发挥什么作用 那你是不是可以用一句话来跟我们说一下 你认为企业可以做什么 来促进这种融合和培养这种合作 你开始我认为企业和政府应该合作 更好的来接受目前这种权力的平衡 具体说比方说印度尼西亚 对印度尼西亚来说中国是最大的贸易伙伴 但是我们用美元来进行这场贸易 那实际上它造成很多问题 在印尼造成很多问题了 当然不可能夜间来解决这个问题 但是我觉得我们更多的 因为用人民币来进行开展这种贸易 韩国 我们不能光讲中国的影响 而应该它的作用 不是它的影响 而是它的作用 中国没有单边的推进自己的想法 它是正在和其他的亚洲国家在分享 就比如一带一路 实际上和俄罗斯的创业联系 然后和韩国的贸易投资银行 所以某一个国家的梦也可以和其他的国家来分享 这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我刚才说了我们全球有200多个这种办事处 所以我们可以搜集各量的方面的情报和了解很多很多事情 我们很关心这个地缘政治 但是我们可以把这些信息都搜集起来 这样子来促进这些合作的规划和计划 我们可以把这些事情告诉各国政府 其实我们有很多朋友 我们应该和他们沟通 另外还有一条 现在金融的问题啊 金融问题是变成一个全球的问题 所以呢这个当然和我们的企业是很有关系的 我觉得沟通是最重要的 是关键的 应该让更多的这些企业领袖们呢 很好的和政府们 摆出这个想法 又就是说我们现实世界就是这样子 你们好好的把人放到前线 因为把人放在最重要的一个地位 印度尼西亚 马来西亚 我们整天到晚都在那儿 吵架呀 互相掐呀 原来前总统说我们印度尼西亚 如果我们如果要和马来西亚打起仗来 你说你该怎么办呢 会怎么样啊 那么亚 马来西亚的这个亚洲航空公司呢 可能把他的这个这个兵啊 互相送来送去的 所以呢我们是真正的东盟了 所以呢我觉得应该 让这个企业像政府们 很好的就 希望你们考虑把这些问题解决了 对大家都有多大的好处啊 Victor Zhu先生 应该加深我们这种合作 在这方面有很多重要的领域 完全是没有什么争议的 据来说我们的企业可以帮助推动 这样一种多样化 我们的企业可以帮助推动 更加更好的老年人的照顾 比如日本这方面非常好的技能 中国和区域的其他国家 面对挑战 所以有很多很多领域 我们都可以合作 我们可以去共一共 安全的健康的区域的环境 切了一个很好的标杆 很好的管理危机 管理危机 包括一些传染病 然后包括和一些不可抗议 这些都没有什么争议 能够帮助我们社会的合作 加强人们的互信 因此我也希望这样的话 政治也会跟进 非常具体的非常好的建议 下一个挑战是如何真正落实 谢谢 谢谢